HELLO 我們今天到一樣是閃西南路站 那我今天很想知道就是 大家過地鐵的時候都會有一個 包包的安檢 那很多人他都會不認真 然後就跳過 或者是那個檢查人 他也沒有很積極的去檢查你的包 那我們想看一下 現在是差不多快要五點的時間 就是人比較多的時候 有多少人可以過這個包包 有多少人會跳過這個包包 來看一下大家的拍子 因為我們是偷偷拍的 所以我們不能太明目張膽 好 現在有一個人過了 好 現在有一個人過了 他現在還有多一個測溫區 對 照理說是要站到那個測溫那個點上的 然後就可以測他的體溫 可是可以看到現在大家都沒有很在意這件事情 而且包包的檢查也很少 會真的去檢查 很多人都是這樣意思意思 開個包給他看一下 他很多人有假動作 假動作要做那個安檢的包 然後結果又把包收回來 好啦 那走 我們現在移動到零龍那個點區 好 所以我覺得可以看到就是 還蠻多人確實不太在意這個 包包檢查安檢的 那 但是我其實也有想就是 他的法源依據到底在哪裡 所以憑什麼他可以看我的包呢 但是 這好像又是 為了大家安全應該 要檢查 像台灣發生的那個 就是 比較 令人難過的事件 那 不怕一萬 只怕萬一嘛 所以也不知道 到底真的要 要不要這樣做比較好 其實還是要問問大家 你們自己 過這個安檢的時候 你們真的有把包包給這些人檢查嗎 這是另外一個檢查點 對 這裡的好像也不是很抖 對 現在是快五點 還沒到完全下班潮 後背包基本上都是要被檢查 但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們說 不要忘記引箭三連 哈哈 結尾就是 這個 感覺還是 形同虛色 那有一些站 確實是 比較檢查 比較嚴格 那也有比較鬆懈的時候 那還是需要大家 自覺的 能夠把包包 過安檢 然後不要有 違 違禁品的出現 這樣子 那希望大家都能夠 行車安全 還不在 像出行安全 就這樣 拜拜